可不可以說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啊 可不可以說是檔政後檔 不要啦 再講等一下檢查 快又不好弄啊 我是火火一下 早上到現在都沒回家 會不會覺得委屈啊 沒有什麼委屈 身上黃色上衣 戴著黃色口罩離開地檢署 他是台北市民山區新家里 劉信里長 被指控以地鏈價格 受邀到大陸旅遊 周待過後 會台還必須支持 特定的政黨跟候選人 試圖要影響選舉結果 檢警15號 兵分六路搜索 共傳喚41名里長到案 包含文山 信義 松山 中正和萬華 大部分都是藍營的大票倉 這也是總統大選期間 北檢偵辦的反身套法案件中 涉案里長人數最高的一次 而檢調貨報 劉信里長等人 從今年6月到12月中 疑似接受陸方的邀約 招攬里長 李明 親友等等 行程大多為5到7天 價格1萬5上下 已經很低價 卻還是接受了落地周待 減免團費等等方式 獲取不合理的團費郵會 檢調查出半年間 開了7團附路人數超過百人 其中信義區有4名里長 15號才剛返台 以下飛機就被通知訊問 過去在中南部最先爆出 陸方以免費旅遊 試圖影響選舉 而這回檢調大動作約談 北市41名里長 行程中有沒有受到滲透指示 或被要求介入2024總統大選 還得查證 TV新聞黃金瑋 吳俊仁家麥恩小組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